這裏讀屬蛇 屬蛇今年特別要留意 因為屬蛇的款式叫太帖雙刑 太帖雙刑有時還棘手過犯太帖或充太稅 犯太稅是逼官負面情緒 充太稅變好或者變差很多東西轉變 太帖雙刑代表有問題又不能解決 所以文件契約 錢 數目 所有要清清楚楚 不然就容易纏繞一年 除了太帖雙刑之外 今年運氣方面排第11 桃花排第10 所以無論運氣 財運或感情人緣 今年都不是太理想 因為太帖雙刑也會影響感情 所以今年感情比較少爭拗 要特別提醒自己 尤其是農曆1、4、7、10 這4個月都比較容易爭拗的月 運氣方面 既然排第11 如果你生在春夏天的平命熱命人 記住 所有日移手不移工 使用舊有的東西就可以了 即使你生在秋冬天出生的寒命人 今年2022夏天後慢慢漸入街景 但始終你今年太帖雙刑是非比較多 都是穩守好少少 真的很想轉才少少轉 都遇他比較多波折 今年吉星是太陰 看看有沒有幫助 太陰如果上司女人 拍到女人 下屬女人 都容易有幫助 所以除非你跟著女上司 今年有機會有助力 那空星有什麼 空星有沽神 沽神心情覺得孤獨不開朗 那你又太帖雙刑又孤獨不開朗 即使約朋友去街道 都怕得罪朋友 凡是非 也是棘手少少少 還有一個叫做亡神 亡神就是失物 容易不見銀包 鎖匙 手提電話 私人物件特別要留意 接著到屬馬 屬馬今年是不錯的 因為今年苦年和馬是太帥雙俠 合作給人緣好 各樣市場都比較穩定少少 所以今年來講 財運排第六 排第五 感情都比較穩定 雖然今年不是桃花年 是泰術雙俠年 俠的意思是感情穩定 也有拉近天窗 或者同居的機會 總之就比較穩定 但是如果單身的 今年來一段感情機會 就不是很大 因為今年你不是特別桃花年 但是今年吉星來講 比較多 有三台將星同今季 三台同將星有利 權力地位提升 今季就財白有利 最容易搬的錢回家 就放得到甲慢 所以今年如果升職 如果有升職機會 就加薪金 如果做生意地位提升了 生意自然上升了少少 不過空升都比較多 空升是非父 官父念父 突如其來官非是非 人是不和 還有五鬼小人升 我經常講 小人通常都不用理他 通常小人 經常背後捉你背脊 說你是非 可能成就不夠你好 人不夠你 他眼紅你 他永遠達不到你 這個地步 就唯有這樣做 這些小動作 那非父官父連父 這些官非是非 不一定犯官非的 可能過馬路 被人捉到 被人罰錢 亂扔東西被人罰錢 或者抄牌 不記得給告票 罰多些錢 就變成官非了 所以今年記住 屬馬的 千萬不要行差踏錯 什麼醉酒駕駛那些 記住千萬不要制一次都不要制入 不怕一萬次 怕萬一 運氣方面 都要分回你春夏秋冬天出生的 始終運氣到2011的機會就頂了 現在就慢下來 即使今年運氣不錯都 都是二手不二工 如果生在秋冬天 今年有任何新改變 都可以嘗試 因為之前 192011可能覺得比較辛苦 那份工又不是很想做 頂到現在 真的想轉 就很想轉 就今年可以嘗試 不過等到4月5夏天之後 清明之後 就好一點 那想嘗試做生意 就這麼多小小都可以嘗試 那如果你確定自己入了大運 就可以大舉進攻 因為不知道你入了大運沒有 就算沒有入大運 到2022到2027 這幾年來講 都是看高一線的 當然是熟陽 熟陽的你 今年去做苦年 就比較平穩 沒什麼大問題的 還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今年是桃花排第二 因為今年桃花排第一 第一是牛年 排第二是羊年 那如果2021沖泰雪 你分了手 那要抹乾眼淚馬上 要抬入新感情 那如果2021 因為沖泰雪 而結婚 或者懷孕 今年就恭喜你 懷孕跟著生兒子 結婚 今年都容易大肚 所以熟陽的 你今年人緣桃花方面 排第二是特別好的 那財運方面 排第四 為什麼這麼好 因為今年吉仙比較多 有越得越得逢空化吉的聲 還有天氣 天氣是桃花星 開心星 攀岳又有利地位提升 所以今年又有 逢空化吉 又有桃花星 又有地位提升的聲 不過今年有 死符和小號 死符是小疾病 但是今年你不是疾病年 最多在2021 那個腸胃問題 或者肚子 會延續到今年 4月5之前 4月5之後 今年的身體方面 沒什麼大問題 小毛病 就不用專程理 小號 特別是小破財 小破財 就容易解決 平時你想買 又不捨得買 用了一筆錢 又一來認了破財 又來買了一個心頭號 這樣也好 運氣方面 雖然排第四 也要分回春夏秋冬出生的 停命熱命寒命人 當然 寒命人今年大翻身 今年之後 慢慢運氣 日增月移 相反於 秋冬天出生 慢慢運氣會下降 尤其是二五 二六 就一定要停 即使囂行運氣延續多 月二二生二死都會有機會慢一點